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們看一下All New CR-V的外觀的一個變化 首先我們車頭的部分 保險桿的部分 還有陣列式的LED燈 我們做一些變更 那另外在車尾的部分 保險桿會做一些更動感的一個設計 那另外我們的排氣管的部分改成扁平式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旅圈 也會改成最新式的18吋的旅圈 我們希望營造出更動感霸氣的一個外型 來提供我們的HONTA車主 那另外呢 有一些變化也做一些顏色的變更 像水箱護照的部分 我們做全部新黑的一個鍍鉻 那另外提供鋼琴烤漆 那在後面尾燈的部分 我們做新黑的鍍鉻 跟新黑的一個燈殼 那另外就是我們追加的一個系列式的方向燈 能夠更安全的提供給我們的車主 所以我們希望 散發出更年輕科技的一個氛圍來提供我們的車主 那我想現在3C的產品越來越多 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更多的便利商品給我們的車主 所以我們導入了電動是一個電動尾門 還有無線充電座 如果車主手機快沒電的話 你放到上面就可以用 那另外就是 副駕駛座的四項電動座椅 那另外就是我們會在我們的儀表還有音響裡面 做一個整合式的駐車系統 方便車主來使用 那我們這次的車型 除了過去VTI S跟S以外 我們追加一個New grade VTI 那這三個車型的部分 我們全部都會搭載1.5渦輪增壓引擎 跟我們最受歡迎的Honda Sensing的主動防護系統 在這三個派生裡面都會有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三個派生的一個 各個簡單的一個規格 規格配備 除了在VTI的部分 除了一般以往都有的配備以外 那剛剛講過Honda Sensing 那我們這個車子也是補助六個安全氣難 跟彩色的儀表板 另外有追加一個 一個注意力的一個監視系統 已經提供各位 簡單的滿滿的一個設備 那另外在VTI S 我們追加電動尾門 無線充電座跟L1的潛物燈 那最後最高級的一個機種是S的部分 我們剛剛提供剛才便利的設備 感應式電動尾門 駐車雷達跟系列式的一個方向燈 另外就是副駕駛座的一個四項的電動 就是我們最新的一個 三個Gradle的一個規格配備 那接下來就要麻煩媒體先進 再過來的活動會 從今天開始 我們易接單的活動正式來做開始 那另外就是在8月24開始 我們一個媒體的公辦試駕 那還有一個是最重要的發表會 在9月3號 到時候再歡迎各位媒體先進 能夠一起參加 那這次我們易接單的活動 我們推出一個 CRV超讚 SV1的挑戰 我們只要加入Facebook 按讚超過1萬的話 我們HONDA台灣就會在針對 New CIV的部分 加碼贈送一個 異定CRV的一個購車回歸 那人人都有講 那這個活動到9月2號 麻煩各位媒體先進 能夠在報道上 多告訴車主來加入這個活動 那能夠提供一個想車的禮 那最後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價格 首先S的部分